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撇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人馬Sir 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贊分享同意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這次我們就說一位新兒嬰單身男子 他好像撿到寶 撿到什麼寶? 靚區靚房靚樓 靚靚靚靚,只有他買到就說笑 當然不是這樣 以前我都說過一句 以前某些人士就說 其實我挺認同他說的 舊台有人就曾經說過 為何當地人不買就是你買的? 是的 何時頓到你呢? 為何有你呢? 當然這次 這位哥哥 應該就 買了便宜的 是便宜的 他就說 即是買了? 簽了約了? 下訂了 下訂了 OK 他就說 各位國友,我在哪裡買 買了一個單位 覺得不錯 交通錯了 他說 誰說 原來就是中介話 他就說 我看到 一房 30萬磅 這麼便宜 當然是 先買了 因為在倫敦買得這麼便宜的 而且 我又看到 你看 這條煙通活化多漂亮 其實這個地方 在倫敦住 大概知道是什麼地方 我們就不說別人在哪裡 免得 令到你們 一餐飯吃 也很難 這裏 就是這樣的 本來 是一間廠 後來 是不是活化了呢? 是的 是的 後來我查一查 也問問 網友 那裏 是有一間名校的 但是 那間名校是一個區 但是不代表 你的屋苑是好的 後來 我翻查一下 糟糕了 原來很多 香港的 這些 中介是推介的 是力推的 以前一個經驗告訴我們 這些力推 都很糟糕的 原來這個是倫敦活化重建 區域 他們說 我們很優質的 很罕見的 但是偏偏就很便宜 在 Zone 2 交通 方便 我們說回一則廣告 升值能力無限 租募回報 可以達到5厘那麼厲害 在倫敦的項目當中 真的很罕見 這次介紹的項目 其實 就是由 一間 1985年成立 的公司 是精心打造的 當然 打算去倫敦置業 當然需要 千萬不要錯過 你說得那麼厲害 當然 你就要想一想 這麼好處 又是我撿到 好啊 當然 你說這些 會不會真的這麼好處呢 有機會的 但是 是不是你 撿到呢 我就打個問號 30萬 100萬磅前 其實一房 在倫敦 來說 真的挺便宜 如果在近的地方 當然 還有你住了那裡不代表你入到那間學校的 只不過那間學校在那個區 在那個區 你記住 在那個區 而且 你買了那裡 是不保證你入到那間學校的 可能覺得 或者是中介 這樣去推 名校網 不是就走保 他的名校是當區 事實上 那間名校是不是當區 是 但是那間名校 正常人都很難入到 這樣 是的 他的名校區 但是你一定能入到 這個問題很大 當然 說到也很厲害 那裡 他反駁 一些人笑他 低密度住宅 性價比很高的 你都不懂 但是 有人 大鑊 有位 仁兄 說 那裡有很多 某宗教人士 來自 這個 巴蜜 坦的國家 還有 伊麥克 那些 尋求庇護人士 也有很多 也有人說 師兄 真麻煩 麻煩你 看看你的地圖 你那個屋越右邊 是 KDudud 是一個 出名 治安差的 貧民區 希望你只是 日間出行就好了 不過 日間出行 亦都很危險 我經常去那區 那區有很多靚車 請問哪些人窮 有人說 有些常識都知道 那些車是很多 做胡椒粉 商家的人 當然是靚車 有洗顏色錢 也有人說 這條活化煙通 有條大煙通 即是以前 有機會是廠 有機會水土都受過污染 這個是真的 但是我相信它是有環評 這件事我反而覺得不用擔心 因為它有環評看過 那些水土的 這件事 我們就 公事公非地說 它應該是會抓緊的 如果不是有什麼事 英國政府都很麻煩 也有人說 對呀 以前有一間廠的 那也有人說 那間廠 是不是應該叫菲林廠 K字頭 現在有很多 2000後不知道什麼 你說什麼菲林 菲林是什麼 菲林就是英文films 菲林是什麼 他真的不知道 不是開玩笑的 是 黑房那些 他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沖刃 沖咖啡我就知道 他們可能說 你講菲林的英文出來 菲林 不是電影嗎 也是 他不會首先想到是照片 他想到是電影 對呀 你對呀 你對呀 但是你說整個菲林 那些地方會不會有少少污染 應該也會有 也有人說 整菲林其實有很多有害物質 這個是真的 師兄自己浸著 也有人說英國賣樓前 可以查閱一下這個污染報告安全的 也有人說 這麼便宜 那當然是有原因 這位師兄 這位師兄 也有人說 這個發展商 以前 我來英國之前看過 他在香港擺很多展覽 是這樣的 好評如潮 穩笨 7 他好評如潮 應該是漏了引號 這句話就很實在 樓價是反映當區的質素 絕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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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也有人說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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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地區 治安很重要 這些很難改 其實我跟你說 其實我有個朋友 真是朋友 做中介 其實 其實基建和 這些屋子可以翻新 做得很靈 或是重建 但有一樣東西 你很難是 移到的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社區的族裔 沒錯 人口質素 我不是說族裔 人口質素 你要知道 好像一個中產區 有幾代人在那裡住 大家才會聚居 對吧 對吧 所以 我們這裏 是有個新香港人村 市區30多公里 30多公里 你說 當然我現在也覺得不值這個價 60多萬 以前40多萬 50多萬也有成家 現在因為 真的有很多香港人去 價格高了很多 但是 那裏 就有一些 多元化社區 其實整個衛星城市都是多元化社區 樓價也有一個普通 起極也不會很多 而且 亦都是 不是很抗跌 明白嗎 那些抗跌能力比較差 OK 你畢竟是30多公里 你來市區 嗯 現在 多香港人來 可能會高一點 但是 你要知道 再 過多段時間 有 第二個光景 其實澳洲的房子都跌得很厲害 過去一年 另外 你心有體會 糟糕了 某宗教廟宇原來在隔壁 哦 你之前 不是說過他們 有個時刻 是要 就是要響 音樂聲或者鐘聲 祈託的聲 會廣播出來 是的 這裏的規矩就是 你比較大間那些 就是 每早和每晚 比較細間那些 我們叫祈託所 比較細間的 在住宅區那裏 就是一天 如果沒有記錯好像是有五次到六次 是的 每次大概幾分鐘 但是 其他人比較難接受的就是 早早那夜 因為真的沒有做的事很大聲 5點多 有手足就說 如果你信教的話 你很方便的 早睡早起 所以 只要這樣說 一條活化的 煙通就覺得 人民氣息 他肯定是這樣跟你說的 是吧 很便宜 當然 下面 不知道是不是 妹妹 說 不要聽他們說 雖然 外國的 月亮不是特別圓 但是 教育制度 但是他單身 先說一下 教育制度 就會令到你很嚮往 相信這些就是我們香港人搬到英國的最大原因 很多人 都是為了子女 但是他說單身 是的 他就說 可能當了媽媽 對我來說最重要就是兩個小朋友和自己的家 所以 搬來英國的確 是給予 很好的居住環境 你看看你的屋苑也不錯 在你邊區 對 而我的 最重要就是小朋友可以讀好書 你們說不是不在乎嗎 不是快樂 不過當你在乎 原來 他也說 我以前 是在加拿大住的 但是最近 很多人都問我 英國移民行不行 我也有很多朋友在英國到達了 其中最大原因 就是因為英國和香港是一個不可劃分的一個關係 令到 他們選擇英國 我去過英國玩 不熟英國 但是 我覺得 如果大家要移民 帶著小朋友 出外升學 的話 大家要 放開你的思維 去看不同的國家 加拿大也好 英國也好 澳洲也好 美國也好 多看一些資料 因為搬到一個全新的國家 就是 是要 全家一起的努力 前幾天 開始他賣樓了 他鋪 對不起 笑得我哭 他鋪電 也寫了很多次 前幾天 跟一些火速搬到英國的朋友聊 他說 樓主那區 那間學校很棒 區內又有這個樓盤 很吸引的 你想一下 六分鐘 就方便地直達兩大購物中心 方便解決所有生活 坦白說 這個是我一大貼士 作為 香港城市人搬到外國 最大的擔憂就是 不方便 很悶和不能購物 說真的 一開始搬去 真的 要選一些比較方便 和近市區的地方 等等 你去超市購物 那些 如果很嚴格來說 不算購物 除非你去大型購物中心 那些比較多選擇 那些才叫購物 你那些是購物 他也有的 他也有的 其實他說話有一點矛盾 他們不是說 要逃離香港那種都市生活 但現在你又很想 有那種都市生活 他就說 否則真的很容易有堪適 就是這個 私向之情 我知道 很多好像你這樣的香港人 亦都有這個方便的概念 雖然你現在 他知道他單身 但是 你將來 亦都有小孩子 另外 那區 你記住那區 那區有這個 超級名校 是不是你真的有這個能力進去 原來後來 這個大姐就說 很多朋友都問我 那我一定會選擇 這個屋苑 你呀 你怎麼這麼厲害 找到這個 這個post出來賣廣告 厲害 當然 這個屋苑 他們肯定是骨骨子子的 說真的 新樓 怎可能 不是骨子 但是 你要知道這件事 其實 當你看到 在Facebook或者在香港 有相當 相當相當多的人 在一起骨骨一個屋苑 說明了什麼 就是 好像 不多 是很少壽 當地人 簡單來說就是 復復的 其實剛才 我們兩個 說出來的 東西 就是 你很近某些 宗教場所 不是 只是針對某宗教 其實你很近某些宗教場所 有些人都挺忌諱 因為如果你是經常有些鐘聲 或者是 很大聲的音樂聲 其實你也 有時候 作息時間 要跟著他們調整 還有 說到這麼便宜 5厘回報 我覺得 有少少是要 想一想 想一想 那間學校 真的是超級名牌學校 但是 是不是你有這樣的實力 讀到 你買了30萬磅 其實最便宜最便宜的時候 我看到28萬磅 8厘 差不多29萬磅 現在貴了少少 30萬磅 一房 一房 一房很難 家庭那些 人家 難搞一些 是 其實他有四十多萬磅 因為沒有認真看 這些都不關我的事 是兩房 他現在少也要兩房 你小孩子都會瘋 他可能覺得自己 做單身寡仔 不要緊 你賣出去的市場 很局限 而且你為了一條活化煙通 很好看 我第一次聽過這樣的東西 有些文青喜歡 他可能覺得 你喜歡公園 雕像 現在 煙通 所以其他香港人 說真的其他香港人 很心地勸他 其他BNO人都勸他 不要 內河 他已經下訂了 有沒有得撤 反正 你覺得沒問題 亦有人說 那區好 很多 清真食品 那些東西 挺好吃的 有些好東西 說真的 但你買樓是不是只是為了吃 其他東西都要顧慮吧 正常人 江明 正常人 咦 有看到 這麼搞笑 有人邀請我 入一個叫做 剛剛有人 邀請我入一個叫做英國壽司關注組 英國壽司關注組 其實我已經入了司馬關注組 所以 算了 其實 吃 都很重要 但是 有 很多東西比吃更加重要 只要這麼說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請